李振宇議員 有倦於此如何完善治理體系 提高治理能力 如何在施政過程中 減少居民不滿 甚至沒有不滿 成為政府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久拖不絕 重大公共工程延誤超之 在本澳以屢見不鮮 社會對此無賴的習以為常 早前天歌一役 更是間政府的官僚作風 持環應對表露無為 居民對當局低下的危機應對 處理能力深感不滿和憤怒 更有聲音要求 對相關領導官員進行問責 追究責任 精兵檢政是本屆政府 推動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舉措 藉以優化公共行政服務 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和執行力 然而行政效率低下 固然有行政程序繁琐 個型歧視 勸缺統籌 行政架構臃腫 權責不清 功能重疊等等的原因 但更關鍵的則在與領導官員的工作作風 正是由於部分領導官員的慢作為 不作為造成了政府工作的低效 甚至無效 為官部已成為政府部門 擊中染返的慢性病 不但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也增加了居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和怨氣 廉政公署12年的工作報告 對行政申訴個案的特點 進行分析時 就曾發現 很多行政問題 並非存技術性及及情形層面的事宜 而是和決策層有關 主要原因就是 該作為而不作為 該決定而拖延決定的現象 頗常見 其強調不作為持作為的危害性 往往比亂作為更大 甚至影響更深遠 而日前 廉政公署公布 關於氣象局 颱風預報程序 及內部管理的調查報告指出 視像局在預測颱風及懸掛風球時 根本無視內部颱風預報流程和指引 僅依賴全局長的個人判斷和決策 這種官僚作風不僅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 同時也嚴重打擊了認真工作的公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本人認為 提升政府製政效能和執行力 實現廉政善治 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官員這個關鍵少數 政府在五連規劃中提出要完善領導官員 極效評審制度和強化官員問責制度 一方面要增強官員的責任意識 效力意識和服務意識 煥發勇於承擔 開拓創新精神 對業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 另一方面 也需加強監督問責 對為官不為 攬政待政的要堅決追究責任 謝謝 謝謝